大家好,很开心跟大家相聚在这里欢迎我们西瓜视频一年一度的西瓜粉类 我是相聚小北,来自湖南少东的一个小山村 也是咱们千千万万三萌自媒体当中的一员 我今天前面的大咖都讲得比较深入,比较详细 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些比较简单,比较浅薄的内容 主要是针对我们新的作者,新的主播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 手机开播两小时,增粉两万很轻松 我在平时直播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来问我 小北啊,你是怎么在咱们西瓜视频开通的直播呀 为什么我就没有直播的窗口呢 我们在开播之前应该准备什么呢 我们是要有一个好的标题,一个好的封面 这是最主要的 标题的话,像你播什么内容,我们就起什么标题 这个标题一定要做到简级明了,不要太繁琐 别让你一看这个繁琐的标题都不让你播了啥 他就不想再点进你的直播间了 最好就是简级明了,彰显我们的主题就可以 稍微的修饰一下,就可以了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封面,因为封面它显示的比例大一些 标题的话在下面就简单的几个字 一定要拍一些就是夺人一眼球的封面 在很多很多的直播间里选择,就是我们的用户在往下刷的时候 你那个封面可以让它就是由,就是点进去想 看你这到底是播的什么内容,这种冲动就是一个好的封面 像我之前播的话,因为在农村播嘛,很多人都会很喜欢看热闹的场面 比如说,喜庆一点的结婚的婚宴呀 就是说,多少岁的老人过寿宴,然后办酒席的 一般就是你那个后厨为那个背景,然后拿个自拍杆这样拍一张 里面既有你主播的画像,又有我们直播的内容 而且看起来很喜庆,很多人就愿意看 起个标题,比如说我拍一个后厨 然后如果有老人过寿,百岁老人过大寿,后厨印菜很多 多的你看不过来,或者说看看后厨有什么印菜 一般我们城里的朋友,农村的朋友,尤其是城里面的朋友会很好奇 说我们农村到底这么大酒店是怎么办呀 像酒店里,像城里面的话是在酒店里面包办 我们也看不到后厨,是吧 其实也有很多的新手朋友问过我,说 小米,你觉得播什么内容好,播什么内容有人看 播什么内容会火,播什么内容长粉 把我的直播的主要时间,从晚上提到了我们的白天 就是主要时间,现在换到了白天锅 直播的场地也从室内走到了室外 直播的内容也就是从简单的尬聊啊,唱歌 因为我唱歌确实不怎么样 我经常粉丝跟我说,小米,别人唱歌要钱,你唱歌要命 我一般都是带着我鼓劉不全的嗓子在那哼歌 后面好,我就带大家走出去,到户外 不知道起什么标题,不知道起什么封面 起一个很高大上的标题 拍一个很唯美的照片,但是人气很惨啊 后面到六月中旬的时候,可能是脑子又开窍了 或者说是自己这个队伍了 然后学会模仿,学会就是把别人的东西搬运过来 就是你看别人播的什么好,别人播的什么火 咱们就借鉴量,是吧 不吵起咱们借鉴量 然后把他们的东西创新成自己的东西 不能说就是照搬照抄过来 一定要看他这个东西适合咋做 如果适合,我们还要在这个适合的基础上做的比他更好 就是做成自己的东西,创新成自己的东西拿来直播 这才是符合我们的 第三点就是要学会趁热度 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是热度 就是你不知道你就去看嘛 没事你不直播你就多看一看 别人都在播什么 什么东西播起来火 看看人气高的直播间 他们是播的什么内容,是怎么播的 多观察,多学习,多摸索 讲了这么多,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大家都知道 很多东西我们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我也是从那个时候经历过来的 所以知道这个路有多艰辛 在这里呢,我就祝我们所有的自媒体人能够越来越好 也感谢这一路上能够支持我到现在的朋友们 因为一路走过来我也挣扎过 我也就是焦虑过 我也想放弃过 但是我还挺幸运的 怎么说就是挺幸运的 感谢那么多人的支持 你们把我送到这个舞台上 跟大家分享我的直播经验 谢谢大家 也谢谢我的一百多万粉丝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